那我们在这种功课随到什么东西啊 我们应该衡量自己的修行的等级 我们应该衡量我们的等级在生活当中 我们对那个名誉有没有动摇 对被人家怎么样 侮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懊恼 我想办法再拿回来自己的名誉等等 是不是心里面不动摇 不是外表的那个反应 有时候该反应我们还是要反应 我们讲对的事情还是要讲 并非为了名誉 就是为了公理 为了公正的 为了该讲就讲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 每天可以知道自己修行到什么程度 我们是不是还有恐惧的心 我们有没有得到五位的精神 我们有没有对名誉动摇 我们是不是还想保护我们这个小小的臭皮囊 然后什么价格都付的 多少自尊心什么都不管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更多努力增加修行 不然来不及了 因为世界无常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修到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那个人生的功课还没随会 恐怕等下又再回来随 随到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观音菩萨一样 不是自己没有五位 而且可以是五位 上次师傅念那个庄子 你说最大的那个勇气 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一样 不是了 他太大的勇气 他看什么都没有重要 比方说像一位总统 一位总统 他就住居那个经理 有时候他假装像普通的人一样 为了要了解人民 然后有一些警察 小警察的地方威胁他 是不是叫他贿赂他等等 他怕不怕 他不怕 不过他也不会在那边说我是总统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边泄露他的事情 而且他也不在意了 他不在意 那个人看他怎么样 因为他知道他是总统 不是他的国王 他很明白他的身份 他很明白他的权利 所以他不会随便亮出来 破坏他的计划 是吗 他的计划最重要就是了解人心 他的计划不是在那边 跟一个小的警察 夸扬他的身份 找完那个警察也会知道 就是不知道 他也不会在意 也许他原谅他 因为知道他也是小官 赚不了多少钱 才这样这么做 也许把他警察那个薪水 把他增加 给他们生活更舒服 所以 有权利的人 或是真正的有力量的人 看起来很软弱 很健备 面非他 没有五位的精神 所以你们面对那个恐吓情况的时候 就面对自己了 就知道自己真正里面 有没有恐怕的心 不是外面的对待 不是外面的行动 外面的行动 也许你比较刚长 比较勇敢 也许你比较温柔 看情况 不过你应该知道 你的心里面 有没有恐怕 有没有害怕 有没有 让步因为权利的关系 或是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名利 或是保护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财产等等 那个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了 就不用问师父 我现在在第几阶了 如果你们完全信 你们没有那种我词 没有明利心 没有这种恐吓的精神 你们已经到第三阶以上了 什么都不在意了 就你们就知道 看不看到光 那个看你们精神好不好 在那边打瞌睡 或是打祸剑 有时候光来 你们就睡掉了 是吗 所以平常有时候 你们睡觉起来 就光还在一点 是不是 这是因为睡觉的时候 师父偷偷带你们去玩 高一点地方 你们工作的当中 带你们去 你们就不想去 因为你们头脑都 躲在这个世界 我还有工作 我还要喝咖啡 我还要这个 我还要做那个 我怎么走呢 我是很重要的 没有我就不行了 所以晚上啊 或是你们打坐的时候 静静的时候 师父才能够带你们去光亮的地方 不过带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睡着了 所以有时候 行过来 或是被先生贴一贴 或是被太太 怪怪这样子 就忽然间行过来 就看到好像光很亮 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们 眼睛开起来才有光 就是因为你们刚从光的境界掉下来 是很惭愧的事情 没有关系 不过这样安排 你们也才知道 连睡觉师父也会照顾 连睡觉也是不上普通睡觉一样 所以睡觉以前要打坐 当然已经打坐了 两个半小时好了 然后整个晚上就漂亮多了 起来就精神充满 睡觉几个小时就够了 有时候你们工作整天很累嘛 所以回去的以后 还是要休息啊 洗澡啊 吃饭怎么样 然后一个小时以后 或者半小时以后才打坐 全部工作做完了 打坐比较安心 不是我们在休息那个阶段 上中午啊 在办公室休息 那个时候没事 我们就可以坐一坐 任何时间有空 可以闭眼睛起来 做我们的事情 那这样子每天就 叠加一起就很多了 就不用等到两个半小时也算够 然后睡觉以前打一个座 然后师傅会带你们走 然后师傅会带你们走 就会把你打搜到一项 就会把你打算 就会不会充满 就会不会充满 让你们走 那么多了 没关系 那么多了 那你还是要不要啊 就会不会充满 那你打算 那你怎么想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ksika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ntuk perjalanan melalui alam-alam estetis Kami mendoakan Anda dan orang-orang yang Anda cintai banyak berkat dari surga We cherish your gentle presence on our soul We look forward to you joining us again on Tuesday for part 2 of We Are Always With God Every Day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e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many blessings from heave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